张一华在今天下午突然宣布说愿意正面来接受核四停舰的公投检验 不过在公投之前还是会继续来盖 但是现在在野党的立委就表示 这个公投程序其实是很复杂的 也质疑可能是马江为了要先安抚自家立委 是不是要以拖待变呢 因为这个立法院明天就要开议了 那么开议之后核四预算就会是攻防的重点 那么今天一大早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就坐证了 民进党团大会 那么苏贞昌也明确指示 核四预算是会杯葛到底的 那么也强调核四不需要是公投 因为如果马总统有决心的话 应该要赶快宣布体检 最为核四增加预算 律师农夫还有劳工甚至是小小朋友 80多面反核旗帜一起集结在行政院前 要求院长将一化终止核四计划 同一时间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立愿开议前一天 作证党团大会 坚持核四预算 杯葛到底 担心反核民意压垮执政信心 马将内阁刻意选在这时 抛出核四公投选项 公投程序没这么简单 立法院会通过后 再由中选会公告成案 六个月内要举行投票 只是投票前还要举办五次辩论 最后要超过总选举人二分之一 也要二分之一人同意才能通过 门槛很高 搞不懂为什么执政党不愿意直接承认 所合的政策有问题 而且就用他们的行政跟立法的职权直接停建 需要去推公投 公投向来都是弱势团体跟嘲笑野大政党来提出的 他的门槛是超高 世界超高的 对总统而言 是这个责任上的推托 台湾史上公投案从没到达过门槛 执政党急着提公投 暂缓得了杂音解决不了停建核四的当务之急 三立选黄宝同黄婉珍台北报道 好 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抛出了公投的议题 不管如何呢 看起来核四还是会继续盖 那公投被过还不晓得 所以现在呢 3月9号反核团体号召全民要来走上街头 台湾现在有很多的新锐导演 也开始拍起了核安影片 要来提醒台湾人 千万不能轻忽核安辐射的危害 因为今天所呼吸到的新鲜空气 对于明天来讲 可能都是一种奢侈 各行各业不顾一切 往前跑 要捍卫的就是台湾核能安全 我们的家 被睡觉花 新锐导演也透过影片告诫台湾人 不能冷漠以待 因为核能电厂隐藏风暴 随时会毁了家园 从这里开始请各位务必戴好 你的防毒面具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将它拿下来 这就是核载翻版 走到哪里都离不开防毒面罩 民众寻找不到生命意义 只能流下绝望眼泪 这里是厨房 这里是厨房 这里是床 今天瓦解的是明天的美丽 白天蓝云 海洋的清凉 或者是热闹夜市 统统变得遥不可及 反合团体排出人字形 躺在总统府前的斑马线 表达最深沉的抗议 台电都说关一个闸门 要半个小时 海啸没有给你准备的时间 他就进来了 台湾何能多危险 光看蓝宇核废料场 储存筒一个一个爆裂 就让人触目惊心 不想成为下一个辅导 安全生活 已经成为台湾民众 最微薄的愿望 三星文 黄永百乔英 台北想不到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